完成了我要的結果 而且這清單就下來了 另外檢視一下原始碼 這是我已經把它貼過來的結果 它自動就做出來 OK 那這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如果你是用網頁的方式來做問題比較大 那這個地方可能 回去你假如對那個什麼 HTML不熟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找那個什麼W3School 之前我們上課我都被強調 裡面HTML 那個W3School裡面 HTML簡介啦 什麼HTML的相關的 甚至是CSS 你假設有 實在不懂啦 我建議你可以把這裡面稍微看一下 其他像什麼JavaScript 或者是什麼CSS這邊也有 什麼一堆有的沒的 跟網頁有關的 當然你也不是叫你全部把它通通 看完啦 其實基本上就至少你把它當字典 以後你有問題 你可以到這邊查也可以啦 OK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把剛剛的部分呢 做完 第一步當然呢 我們會 這邊部分OK之後 第二步的話呢 就要把它轉移 到哪裡呢 到那個我們的 這個 Jungle 所以基本上 這個是 在 Python裡面做出來OK 你會想說 老師你幹嘛這麼麻煩 你為什麼不直接在Jungle裡面寫 其實可以 但是呢 相對的複雜很多 而且 Jungle的除錯 不像在 那個Python那麼容易啦 因為Python只要print就看到裡面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在views裡面呢 就沒那麼 所以我的習慣 我先在Python做好 再把它複製貼過去 只要改 大概幾個地方就可以了 幾個地方呢 第一個 Import這兩個 所以請你把這個上面的Import 這個是要抓網路之外 用Request 這個是Beautiful Super 所以這兩個複製之後有沒有 把它丟到哪裡呢 丟到你的那個專案裡面的views views裡面的最上面 我先把這個views裡面呢 貼這兩行 這個一定要 因為我們等一下是要藉由views 去幫我執行一樣的動作 差別只是說一個是 print 就是print到下面 一個是print到網頁 使用者端的網頁 他 等於是從你的server 丟一個 網頁的字串給他 他收到變成一個網頁 他看到就是你要的那個 清單結果 OK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個 貼過來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怎麼樣 把下面這一串 程式 也許不包含print print這邊你可以改成那個什麼 htt 那個什麼 那個 把它改成那個return http respond 所以把 這程式不包含print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好之後的話貼到哪裡 特別是貼到那個 我們 剛剛那個fong 就是 u-termfong 這裡 先把它複緣好了 把它重新再 因為我剛剛已經貼過了 本來他是長 這個把它 OK 本來是 長這樣子嘛 fong 直接去轉換一個 網頁過去而已 那因為我們那個網頁已經寫好了 那現在的話呢 就是 先把什麼呢 先把這裡面的 這一行 槓掉 先把它 等於是 留下什麼 留下裡面是空的就可以 二的話 記得什麼 上面 貼一下 那個兩行 再來的話呢 把 剛剛的東西 這邊的東西 複製 貼到 views的哪裡呢 views的 這個 有沒有 DEF 這個 置定函數的下面這一行 記得喔 貼上之後請你多做一個動作 因為他要縮排 有沒有 他要DEF的下一節 下一節 按個TAB鍵 貼過來喔 那我複製的時候特別重要 沒有複製到print 所以呢 我將來不是print到 那個 我們的 Python 裡面喔 而是要print到哪裡呢 用return 有沒有 return到哪裡呢 就把上面的結果 這個html test 丟到那個 使用者端的 瀏覽器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 return他一個 H TTP 這個 response 這個意思就有點像 那個print 不過print是print的下面 print到使用者端瀏覽器 那print什麼東西呢 print這個 我們最後串接的這個東西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喔 這個 views裡面呢 這一段 其實是前面這一段 貼過來的 只加了這個東西 上面import 兩行要import OK 應該沒問題啦 如果你剛剛print出來是對的 這邊就等於是把 轉移到瀏覽器 好 把它save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就成功了 試一下 我們最後把這個 把它run起來 server把它run起來 run起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確定一下 這有沒有成功 理論上 我剛剛看到應該是OK的 所以 一樣在這邊 然後我就直接 執行那個 YouTube form Enter一下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清單 就自動建立起來 裡面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是 好像第10次上課的東西吧 第10次 那你就點擊送出 它一樣會切過來 沒問題 那如果 在下一次 BMI 顯示圖 就上個禮拜的東西 也出來了 猛然就出現 OK 那你會想說 這個 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其實好處很多 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 怎麼樣 把那個什麼呢 我們 第幾次呢 剛剛是第10次的 你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改 第9次呢 以前如果第9次的話 那你可能要大工程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點進去之後 還要怎麼樣 還要再把它複製 然後再點進去 再去改它裡面的 有沒有 現在的話 你不用 為什麼 因為你只需要 複製這個 List的清單 把它貼到哪裡呢 Views裡面這一串 這串網址怎麼樣 現在是第10次 如果把它貼上的話 然後呢 把它save一下 那理論上 它等於 會去動態抓 我看一下 所以呢 我們如果把它重新整理 現在還是 第10次 如果重新整理 會不會變成 第9次呢 有沒有發現 馬上變第9次了 而且呢 按下送出 會不會把第9次帶過來呢 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 以後 甚至可以怎麼樣呢 假如 我們有時事上課的話 那你其實只要怎麼樣 把那個時事上課的那個播放清單 超連結 把它找到 然後 然後一樣可以做成下拉請 所以也許可以做兩重 上面一個 下面一個 上面點的 下面變化 那這樣不就 10次上課 的清單全部有了 不過呢 這個可能就 交給各位 當一個 回家作業好了 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上面又多一個 或者你不一定放同一頁 因為放同一頁可能有技術上的困難 你可以放兩頁 前一頁是下拉可能有10次 點了其中一次之後 跳過來 他會是把 他的那個網頁 去 變更那個下拉清單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啦 所以剩下我想請各位 自己再試試看 我剛剛講的東西呢 雲端上 都有一些細節 這邊 這邊 就是剛剛 這一串 另外呢 你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 不是Response 而是用什麼 轉一個網頁 也就是我轉到 又原來的方法 丟到哪一個網頁呢 丟到這個 YouTube Phone 所以呢 如果你是用樣板的話 但是特別注意喔 假設你是丟一個字串過來的話 會面目全非 所以不能用字串丟 特別注意喔 樣板 不能用字串丟 喔 所以 這個方法就不會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成功的話 關鍵在這裡 改為字典 字典的格式喔 上個學期有講過 Dictionary 字典的話呢 他其實簡單理解就是 他會有兩個欄位 兩欄 這個是key 這個是value key value key value 所以你前面可以什麼 是他的那個影片的編號 後面是那個影片的名稱 key value key value 所以喔 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而且難度也比較高 有 就是 有做完的同學啦 你也許可以延伸 我有把 我最後做完喔 這個可能網路上也查不到 因為最後我發現喔 我是直接去看 官方的文件 才找到答案 因為如果本來是想說 丟個字典會不會成功 發現 看到的結果 簡直就 頭暈了 怎麼辦呢 後來看一下 不行這樣丟 只能夠怎麼樣 丟一個 所謂的 Dictionary Dictionary呢 他跟那個list 最大不一樣 他是大瓜糊 先建一個空的 Dictionary 然後呢 分別把那個Dictionary key 後面就是value key的話就是我們的那個編號 value就是他的檔名 所以一個 key 一個value key個value 所以輸出來就key value 中間加冒號啦 keyvalue keyvalue 那keyvalue 做好之後的話呢 如果要另外一邊要能夠解析的話 這邊是 做這個在 Python裡面做的 所以你也可以在Python試做看看 那最後修改view的時候 也是一樣 不過丟的時候呢 一樣把這個locals丟過來 那他接到的時候呢 一定也是一個 Dictionary 1 特別主要怎麼把裡面的東西解出來 這個是樣板喔 這個關鍵的地方就是 for key跟value 一個一個幫我抓出來 從這個Dictionary 1裡面的items 項目啦 幫我抓過 他會先抓第1個 抓第1個之後 串串 串key跟串value 串第1個第2個第3個第4個 And4 他就跑完了 所以裡面如果無筆 他就跑5次 串串串串串 輸出了 那這樣就可以做出 要 用網頁的方式出息 不過其實說 這看起來沒什麼啦 不過這個花了好多時間 OK 這種 一定只能用字典 所以如果你上學期 那個字典沒學好的話 可能還要再把字典的部分 回鍋複習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先把那個 Respond 那個部分先做啦 我覺得那個比較簡單 樣板真的複雜很多 光樣板 你就要先做個樣板 然後還要再利用那個 Dictionary傳過來 這邊 丟就 就算了 沒那麼簡單 丟還要再接 那接的語法 他又不是 Python的語法 他是樣板本身 又有樣板的語法 雖然很接近 但是寫錯 一個地方都不行 那我也試過很多種寫法 他很多都不支援 所以最後我發現 他就是只能 要不就丟一個list給他 要不就丟一個字典給他 那本來我是丟兩個list給他 後來發現不行 因為 他 因為我要串的時候是 要串兩個 那兩個你如果跑雙回圈的話 他一定是裡面回圈跑完之後 再繞一圈 就變成重複很多資料了 所以後來發現不能用雙回圈 雙list 只能用一個字典 所以最後為什麼用字典 直接是釋出來的 結果啦 那個 網路上是有人分享 但是 結果都 不是很清楚 後來我看了一下那個 好像官方提供的 方法 好像 字典 目前看起來是最好的方案 如果你們還有其他的解法的話 可以再告訴我 樣板也有樣板的語言 他寫法又不一樣 OK 請各位 試一下這部分 把那個 剛剛的播放清單 我們剛剛播放清單 只有做單 一次上課的 所以如果你野心比較大的同學 你可以把 第1次到第10次 全部都做播放清單 Pi 那這樣以後都動態了 對不對 以後你只要有播放清單 就再加上去就好了 這樣就不用 人工來做啦 不是方便很多嗎 對不對 所以以後我只要上完課 我如果要 發佈的話 我就直接發佈出去啊 你看Pithon馬上就可以 就可以輸出了 這樣不是 省掉很多麻煩 其實我很多在 輸出YouTube影片 以很多地方也都用程式 完成啦 當然一定要用程式啊 不然的話然後可能有 這麼快的效率 對不對 上完課 就可以很快可以看到影片 細節部分回去再看影片 這影片其實 我是覺得對各位 如果假設程度沒那麼好的同學 應該是有一定的幫助啦 應該大部分同學都會需要啦 因為大部分同學 程度都沒那麼好 也不是沒那麼好啦 也許有些東西可能 不見得馬上一次都聽得懂 這些我想就是 是一種方式啦 因為程式的東西 如果你一次沒聽懂 你都是 只要有一個錯誤 那就會很容易就卡關了 只是說看你卡在哪裡 有的同學是可能卡在 光那個 Request跟BeautifulSoup就卡住了 那後面當然就會 如果實在不行啦 我建議砍掉重練算了 有的東西其實反而會 更壞 因為與其找那個原因在哪裡 反而會 花更多時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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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